尊敬的战友们好 你们健身了吗 哎呀 抱歉我晚了一点 因为我今天呢 这个一点钟 我非常得要马上开会 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说十点半 但是我锻炼没有完成 我每次锻炼两个半小时啊 这个中间啊 有十分钟的休息 我也没有休息 然后呢这个热身我也没有热 然后锻炼完了一个 拉筋我也没有拉 就这还是晚了一点 抱歉 亲爱的战友们抱歉抱歉 今天纽约阳光明媚 首先让我在这里啊 向所有的战友们 全天下的朋友们 向所有的父亲们注意 父亲节 至于最高的问候 父亲节快乐 对对 不包含那些干爹啊 那些干爹不包含啊 那些干爹不容 干爹都是有问题的啊 我最讨厌什么干爹失爹的啊 这个不包含干爹啊 所有天下的爹都今天 爹爹节快乐 不包含干爹 战友们 千万记住啊 不管你爹爹节还是爸爸节 还是干爹节 失爹节 没有女人 你没有爹 那爹也是女人生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女人啊 我对我爹一样的爱啊 但是我爹跟我娘吵架的时候 我首先向着我娘 这肯定的 但是我们家是从来不相互父母的恩怨 我们家有原则 我给我儿子女儿也是 但是心里边还是向着我娘嘛 本能本能啊 哎呀 这端午节快乐 这咋成端午节了呀 昨天我去试那个白的 运动完 穿出汗 洗完 有问题了 大家看一看这个领啊 看看 这个领 这么湿 有弹性 为啥呀 这个 它是同一块布 那个是呀 那个料子 是这个 那个工厂 是做爱马仕的加工厂 它后面啊 它是用传统性的另外一块布 但它洗 我让大家干洗 不湿洗嘛 不能干洗嘛 结果就拉伸 不行 所以说啊 什么事儿得用心 这个就行 就肿 这个拉链是黑的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是白的 但是白的 比这个贵 这个 昨天我说了 那个盒子 我要大家做的盒子 爱马仕的任何一件的包装 那个盒 多少钱呢 13欧元 也就是17美元 任何一个LV的一个盒子 大概在8块5欧元到10欧元 所以呀 人家的一个盒子 就可以买一个T恤了 买老百姓的T恤了 我也要给大家做个盒子啊 所以说现在做盒子的人 给我做了好几个样板 我都不满意 我希望你们收到是一个包装完美的 跟爱马仕 LV 还有罗兰皮安那一样级别的盒子 我找到同一个厂家啊 太棒了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今天给大家说说什么呢 昨天晚上啊 和一位老领导通电话 是原来的一个政法委领导啊 哎呀我这嗓子太干了 因为我运动的时候不喝水 哇塞大家好大家好 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啊 父亲结块了 一个一个说 这个 一会儿我女儿给我弄个菜吃啊 也弄个菜吃 还不知道弄啥呢 哎呀我女儿老是我弄点小神秘啊 这个 我跟这个老领导啊 这个通电话 这个老领导跟我很好啊 非常好 这个 打电话 说文贵啊跟你聊聊天 最近这个你的视频我都看了 你对这个大卡车市集 没有什么看法啊 你有什么意见 内心怎么想法啊 我说老领导 我先问问你 我说这个警察 维护这个大卡车治安 我看到了内部下的一个文件 第一 要求所有这个警察们 对大卡车 组织大卡车的 所有的上街游行的 也就是上路霸死的人 进行真控 真控啊 侦察控制 已经定位罪人了 涉嫌犯罪了 真控 我说然后呢说 一定要给他们时间 一星期的时间 叫他们 把所有的活动目的 和背后的组织人 全暴露出来 我说这 对不对 老领导 专案小组 同时要求 对所有的上街大卡车司机的 通讯方式 家庭信息 车辆购买的 所有的发票和信息 和车辆信息 和过去的个人历史 进行马上 叫 甄别 建党 这第二个 第三个 等待 某些人 这个超出了 治安 规律条例 或者有 涉嫌犯罪的 应该 加以疏导 不易把矛盾击化 待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再采用 刑事手段 啥意思 让你犯错 使劲犯 老子让你犯 等到你犯到够犯抓你的时候 我再被你抓了 也就是让你达到暴乱的级别 最后要求什么 把所有大客车 大客车司机 过去所有经营的业务 联系单位 信息弄好 这就是给你建黑党了 过去犯过事没有 钱哪来的 都跟谁拉活了 未来断你的活 这位老领导啊 说你还真是掌握 那你为啥不发言呢 我说我不想那么多的发言 就像今天父亲节 我看到王全璋的孩子 这一说我心里急不搁的 这个爹找不着了 你们过父亲节呢 人家王全璋的孩子 找不着爹了 很多人还找不着爹呢 你们有良心吗 你们管吗 大卡车的司机 人家父亲节能回家吗 人家没有老婆孩子 没有爹妈妈 人家怎么办 哎呀这手机太热了 爆热现在 爆热 我得换个地方了 这一会儿估计晒爆了就 终不终现在终不终 终不终现在 snow啊 snow啊 但snow挺聪明 跑了这个 大家现在看得行吗 可以 我大家看到 可以吗 爆热呀爆热呀 我们家小snow特好 往这树荫里 哎 这个不闹 这个不闹 我说这大客车司机 你们现在给人家建黑党 你们现在给人家弄这个事情 关键问题啊 我说我要跟你谈啥呢 我看到这个文件里面 把警察各个部门分工了 分工了对付大卡车 我从这分工里边 我看出来了警察里边 警察里边分高中低等 我们所有的战友们要记住啊 你说大街上接触你的警察 交警最多 或者说有些刑警 收拾你的 还有治安警察 我告诉你 这些人都是穷人的孩子 我跟这位老领导说 我说你知道 中国的公检法 法院里的干部 绝大多数是高级领导家的子女 而且是受过教育的 坐在办公室 穿着法警的服装 而且拿回扣很容易 而且没有风险 这是第一级 一般都是当地的四大班子的领导 纪委的领导 政法委的领导 书记的领导 这些领导的孩子进了法院 这些领导的副职 去了检察院 检察院 然后再往下级别的领导的孩子 什么局长啊 什么其他各司厅局啊 什么建委啊 什么税务节 这些孩子们去哪啊 去公安局 到公安局当领导了 然后一些剩下的中低层干警 包括那些交警 在马路上天天吃车屁那种 还有腾天面对真正的行事犯罪那种 都是什么 都是中下层的领导的孩子 再往前冒险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说白了 这就是中国的体系 中国是党天下 党的孩子第一安排 第一法院 然后检察院 然后公安 这中上层都是大家的 再往下轮到中下层 再往后就是农民的穷人的孩子 哎 他说这也是事实 我说这个所有的 党中央的领导的孩子 都进了税务和工商了 为啥党中央的那些税务价工商啊 弄钱容易 跟老板打交道 没风险 而且呢顺便做生意 还是基本上中纪委不怎么查 我说这就是游戏规则嘛 现在 我说公安里面 绝大多数的现在干警们 干警们中下层的 从学校来的 基本上成了中央领导 和各地方县市领导的 私生子女 情人的窝 和选情人的地方 他知道我说啥意思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多少领导领的小情人 都是女警察呀 多少领导领的小情人 都是检察官的 都是法官的 但都是那些学生来的 农民考上去的 你到那儿去了 你也是进了 进了一个不挂牌的夜总会 只是大家呢不掀牌子 不是终点工 不按时间算 按月算 所以呢 公检法 是中国最乱的地方 但是公检法 是对中国草根老百姓 镇压的最厉害的地方 它直接是身体 肢体上的整个给你解体 打击 所以我说老领导啊 今天这个大客车事件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百姓绝对是忍受不了你们的客捐杂水 那大客车司机 我看有个司机哭着骂着 这边查人家发人家一两万块钱 那边把人家油给人家弄了 而且最关键的 大客车哪有钱啊 司机哪有钱 都是贷款买的车 贷款说是5%离席 都是15到20 15到20 接下来 我说这些人呢 一旦要遇到什么点车祸 用点病 看不起病 处理不起货 我老家的一个 我们姓国姓的人 出了一个车祸 花了几十万 大概五六十万 开一三轮车 几十万怎么付得起啊 他找了我太太 我太太把钱全都借给他 我都不知道 他原来跟我说的 借给他以后 这个人啊最后啥也没了 腿也残废了 在家爬 后来我太太说 这钱我就不要了 我说你做得非常好 就不要要这个钱了 但是这样的事 在我老家多了去了 所以说 所有的战友们 这些大客车是最苦的 让谁去镇压 让谁去判断 是让我们穷人草根出来 想混到人家政法委队伍的人 好 这好点啊 这整个我花脸啊 这是 所以说 咱们的穷人家的孩子 跑了人家警察队伍去 装大尾巴狼 专门镇压这些穷人家的 这些同胞们 我这不是 我说我妈 弄来弄去都是给你们打工的嘛 那么现在在这个 共检法队伍里面 出现了什么样的 大家现在越来越不满 这位老领导说 确实是实 现在警察都知道 领导的一瓶酒 喝一瓶酒 是警察一个月的工资 大领导吃一顿饭 是他一年的工资 大领导伸伸手 是你一辈子的工资 这些警察也很清楚 他们就是那个枪 还是那个枪的枪筒 连枪板都不是 现在警察也是不满 抗议 检察院现在也不满 为啥啊 检察院现在越来越不满足 看到纪委欺负他们 原来没敢欺负他们 现在纪委老欺负他们 现在又来个监察委 老欺负他们 法院 政法委现在上层领导 垄断的越来越厉害 他们的现在婆婆妈妈 越来越多了 也就是说 现在共产党内部的洗牌 权力越来越集中 工检法越来越成为 枪的价值越高 越来越想往上升 想当主人 想当枪霸的可能 越来越少 工检法内部啊 怨声载道 我据我所了解的 我这有各种渠道 从来没有过 警察通过大概这一年来 通过文贵的爆料 了解了孟建柱 孙立军 傅振华 王岐山 所有人都明白 孙立军这样的人 当上了中共中央 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义居局长 港澳办主任 那是干来的吗 那是在床上干出来的 不是在工作上干出来的 那是嘴咕住干出来的 这个大家 大家看到孙立军给我的通话 包括人家美国政府的官员 人家都跟我说 他听到这个家通话 他说连个流氓他都不是 瞪眼说瞎话 当时说 郭文贵啊 文贵哥哥 大哥 我到美国不是为了你的 我是为了什么什么的 人家政府官员 每个字人家都听了 他说这不是政治欺骗吗 说这样的人品 当了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些公安内部人也不服 然后傅振华 傅振华是什么人呢 报复 陷害 打击 贪婪 这个人要掌握权的就是魔鬼中的魔鬼 所有人都知道 整死多少人 冤枉多少人 怎么样 越升越高 孟建柱 那家伙 钱 女人 权力 无所不要 杀人如马 哪有公平正义 一天这些人都没读过正儿八经的政法学校 都是二混子 全靠关系混上去 他们有什么正义感呢 他们有什么样的公平感 他们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打着名义 维护党的权威 满嘴讲的国家利益 党的要忠于党 忠于国家 然后忠于人民 你们心中的人民在哪呢 那大赫十四级不是人民吗 你们一开始下的这个文件 就是要把大赫十四级 叫他终生 要在你监控之下 逮住机会就把他收拾掉 掐掉他的生意来源 找出他的犯罪 把他抓起来 没人支持他贷款 没人给他活 悄无声息 把他们消失在社会上 你们这叫为人民服务吗 这是为人民吗 谁出的主意啊 现在的政法委 这就是当年 共产党宣传的 国民党的狗腿子 穿着那个蓝白衣服的 外戴着帽子 拿着枪到处去 敲诈人民 绑架人民 威胁人民的 那些狗腿子 所有过去 共产党说国民党的坏话 现在都是达到了百倍千倍的 只有过之没有不及 我这一激动 老领导也激动 我喝点水 我得看着时间 我得看着时间 老领导也激动 老领导 他说 有些话我赞成 有些话我不认为是公平的 他说这个孟建柱这个事情 他说建柱这个 他当政法委书记他没选择 什么事情 这个领导都不一 都得这么做 我说你错了 丁关根 罗干 周永康 这些人是怎么当政法委书记啊 怎么当政法委书记啊 我说 马建 副部长被抓 张岳书记被抓 我说你去给我比比 咱不说 他绝不是完美的 但是马建副部长 张岳书记 绝对比你傅政华好 绝对比你孙立军好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警察学校毕业 政法委学院毕业出来的 孝敬孝中党国三十年 你们培养的人 你现在你连判都判不了人家 按照中国的法律 你早该宣判了 你判了吗 你没判 对不对啊 如果把这几个人 让党内的党员 认识他们的人 和傅政华 和孙立军 和孟建柱 去比一比 大家拍拍良心 我说恰恰就是说 你这个党内部 绝不接受 所谓穷人家的孩子 你内部打击以穷人家为主 我说赵乐际书记 您当了纪委书记了 咋不像你王岐山一样啊 怎么不像你王岐山一样 中纪委 现在是什么 中纪委过去是管党的 你抓了 郭文贵是党员吗 你抓我党员干什么 多少百万个企业老板都被你们给抓了 你是中纪委干的活吗 都是你中纪委干的 你越权了吗 再一个 哪一个腐败官员 任何一个腐败官员被抓 是符合党内程序的 符合中国法律程序的 哪一个腐败官员 家庭被抄 家人被边控 和有关押期间的审问和审判 有一个是真的吗 我说你公监法审案子 就没有一个是真的 过去没有一个官不是奸淫奸杀 所谓的贪淫腐败玩弄妇女 结果好 后来是把共产党变成了什么叫强奸党 贪淫党 最后突然间一个政策 所有官员一个也没有了 符合事实吗 事实为根据是法律 以法律为准生 你的准生是王岐山的权利 孟建柱的权利 你政治的需要 有事实吗 没事实 所以 我说中国的政法委 已经是利益集团的打手 走在街上的警察 是第一最可怜的这些警察 拿着一个毛线的钱 冒着生命的危险 给着人家利益集团打工 这些警察们 你们欺负这些大卡车司机 我告诉你 那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他们家里都有等着吃饭的儿女 都有等着吃饭看病的爹妈 等着上学付钱的孩子 都欠了一屁股债 结果就是把你们这些人 就政法委共监法的这些 共产党的高官们 把你们弄到前面去 收拾你们这些同胞们 你们坏不坏良心 这些警察兄弟姐妹们 他们就上街上去 就是抗议抗议 太不公平了 想生存下去 你们现在就下了如此的歹心啊 父亲节 能不能让这些打卡车的 作为司机的父亲们 能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让他们有口饭吃 不要让我们这些穷人草哥们 给人家这些利益当狗腿子 专门残害自己这些穷人兄弟们 所有的警察兄弟 你们听到 你们想想 你在那会站着 你牛叉叉的 你那一个月的工资 五千块钱 这些警察工资是三千到八千之间 不够人家喝一瓶 拉费酒的 一瓶好茅台钱 但是你要挑战 是你一辈子的良心 甚至你一旦事情造反了 这大卡车司机跟你玩命 有必要吗 你也是爸爸 那大卡车司机也是爸爸 也是人家的儿子 所以这位老领导呢 我昨天给他点激动 不好意思 这位老领导 你听到了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激动了 我说这个 我本来不愿意讲了 大卡车的事情 我说现在中国的利益分配啊 公检法成了各个城吧 各省地委各部委 所有的公检法 不同级别的领导的孩子子女 七大进的八大仪 成为了他们扎根落户 控制权力 打击穷人百姓的一个工具 而打击这些手段的执行者 就是我们草哥的这些最穷人的孩子 而打击的就是我们这些穷人的家人 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同胞们 如果你们有一点粮食听到我的 不要再助纣为虐 不要再帮着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官二代 官三代 官情人 还有有着干爹的官员的那些人 去给人家当狗腿子了 去残害你的同胞了 父亲节做最好的事情 所有的警察们 你们要想想你是爹 你是爸爸 人家那些人也是爸爸 不要再作恶了 然后呢 当各地的领导的书记啊 市长啊 一把手的孩子去财政局 税务局 工商局嘛 财政税务工商 那是当地政府中央核心的孩子啊 所以说 整个这个公监法啊 还有这些地方 我说就是不挂牌的夜总会 很多人领导的孩子 就把那个情人啊 包括情人 那警察 那女警察呢 大家都知道 女警察是干啥的啊 那傅政华那天天干呐 对不对啊 大家都知道 北京市局谁不知道啊 对不对啊 重庆那个谁 那个文强出事了 王立军出事了 才知道他玩警察 玩女警 那这不出事的时候呢 对不对啊 所以说 共产党的这个邪恶的体制 这个魔鬼的体制 它是绝大多数的人 服务那一少撮人 服务那一少撮人是血腥的 这全社会为他付出代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党天下和家天下 对待人民的残害 因为99的人 或者是90的人 为那个1%或10%的人所服务 你要献出生命 献出青春 献出你的生殖器 献出你的尊严 献出你的生命 而且这些人 就是用我们这90多的人 来打击自己 这不是悲哀吗 所以任何有良知的警察们 站在马路上警察 你不要打这个装身弄回来 给你身上那个警服 多少钱呢 600块钱的成本 警服 我给你做一套都没问题 大家发一套都没问题 别做饿了 知道吗 我给你发十套都行 别再残害自己的同胞了 对待自己的大卡车司机 这么残害好吗 人家这个 这个刘霞女士 现在不让出来 看着刘霞的人 找的全是什么人 看刘霞的人 现在大家谁举手 全部都是最穷人家的孩子 没有一个所谓的 局长家孩子就看刘霞去的 看着他的好几个人 我都知道 天天地看着他 虐待他 这不全部都是勾嘴的吗 叫那安全部啊 安全局 从来前线当打手的 全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有一个领导带孩子吗 没有 这就是共产党的 以穷治穷人 以恶人治穷人 让穷人变成恶人 再以恶人治穷人 挑起社会矛盾 给你无限的虚妄 然后的领导一讲话 你看政法委领导 我这昨天跟老领导说 他说你别瞎说 我说你们政法委领导 跟我一吃饭的时候 一坐那儿 全都是吃了好酒 美女 然后跟谁找关系 跑过 一穿上你们那身虎皮了 开会的时候 要为国家负责 要服务人民 当好工夫 要对中央负责 我都负啥责 都负了你们家去 都负你们家床上去了 满嘴谎话 现在的公监法的 年轻小公安战士们 你们想想 你们上班的时候 你们领导下班去哪了 晚餐在哪吃 你们吃晚餐的时候 人家在哪吃 一晚上吃几顿 值多少钱 你们中午能睡午觉吗 你不能睡午觉 你打个嘴都不错了 你打嘴的时候领导来干嘛呢 玩小手呢 正常老百姓 都是晚上一次性生活 晚上嘛 都是床上性生活 现在的领导 都得有卧室的办公室 那中午还有一段性生活 还有玩小手 是不是 轮得着你吗 你在大街上 晒着你幽神的时候 是不是 光天花之下 你还要打老百姓的时候 你当坏人的时候 甚至冒生命危险的时候 领导正在那个中午 正在那床上 睡醒以后 这叫五镇 正在玩五镇呢 是不是 还有玩手镇呢 享受手呢 干嘛啊 为人都卖命啊 所以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穷人的兄弟姐妹们 不要再为这利益集团 再当傻子下去了 到哪都混个五六千人民币 干嘛一天八小时冒到险 就害人去啊 对吧 这老领导我说 你看你们一上主义台 中一党 中一国家 中一人民 你给党出啥事了 你给国家做什么事了 你给人民做什么事 你是镇压人民 欺骗党 盗取国家财富 只要到了局长级别的了 基本上就是谎话当真理 谎话当真理 欺负别人 欺骗别人 当成工具 盗取国家财富 那是必须的 这个欺骗党 那是必然的 对不对 那糊弄领导 那是更是必须的 这是个魔鬼机器 是个乌婆邦集团 它必然的结果 所以今天父亲节呢 我劝慰 所有天下的 在共产党内部的 这些魔鬼的父亲们 收手吧 放下屠刀 不要等到人民那天 跟你们清算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看看现在社会上 现在共产党的执政 遇到最大的危险 他不知道时代是科技的时代到来 他完全以自己的权力和傲慢统治 来以为能战胜这个科技时代到来 胡扯 这才是你末日的到来的根本原因 你根本不与时俱进 今天的黑客时代 网络时代 信息时代 你想把假话再当成统治的工具 把这个乌托邦主义 当成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 那是不可能的 昨天我给老领导说 他说他非常赞成我的中国正道主义 他认为这个很高境点 中国确实需要信仰 我说我告诉你 只要共产党还以为 自己的乌托邦和共产主义 还能成为中国人相信的神话的时候 我说我告诉你 就是离末日不远了 那就真不远了 不会再有傻瓜相信你共产主义 我说我有一次 我特别有意思 这个老领导知道这个事 他在那时候 你对外千万别讲 老领导我讲一半 我讲一半 我讲完我就走了 让我要马上得开 到时间了 这个有一次 在我们酒店 有一个节目 有个大的 我不说了 过大寿 中间有一个东北的来啊 表演魔术 变钱 美金 叭叭叭叭叭叭叭 十万 二十万 这位老领导 政法领导 还比他高的领导在旁边 哎 大家都往赏钱 五百 一千 我就拿了五千 我说我给五千 讲给他 我说你带我变一百万 啪啪啪一百万美元 这老领导在旁边 找别人借了一万人民币 哎过来过来过来 我打赏一万 但我有前提 你给我变出两百万美元 我给你这一万人民币 然后呢 这个谁 这个哥们儿真厉害 到他面 叉叉叉 两百万美元 哈 查吧 哎 这领导拿的钱不给他 他说那你能够变人民币吗 他说能变多少 他说领导 我不用变人民币 咱不签了WTO了吗 签个WTO 然后就想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骗美国人钱啊 哈哈哈 你们变比我厉害 这哥们儿他把我笑坏了 那个时候他就看透了这一个变魔术的 玩这个小品的 说竟然是签了WTO就能变无数的钱 他说那你能变人民币吗 他说我变不了人民币 我只能变美金 他为啥 他说人民币 他说不值钱 我变不来 他说那你什么情况变成人民币啊 他说你把我的相片挂到天安门的时候 我就变人民币了 大家呼囊大笑 我就赶快给我再拿一万来 我又给了一万 一万五 这哥们儿说 人民币不是 上面印的不是人民 他怎么值钱呢 只有把我照片挂到了天安门上去了 是人民了 那你人民币就值钱了 哇 这个主办委领导 还拿到钱不给人家 我说你敢给我拽 我说给人家吧 这个这就是 结果这哥们儿说句话 他说我告诉你 当这个党和领导想给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骗你不给你的 他要钓你的鱼 就这位领导 这位真的东北的说小饼子高了鸡了 就是所有党的领导 往下属都给你许个愿 明年付出鸡有你的了 明年付出一张考察 我就是你了 我见太多了 当着我的面领导 同一句话 能给十几个人说 然后这十几个人内斗 争那个副科长 副处长 副局长 你死我活 然后加班加点 喝酒 为领导喝酒 为领导找女人 全身是病 最后 当然职务只有一个 都被玩死了 是部长玩副部长 副部长玩私局长 私局长玩副局长 局长玩副局长 副局长玩处长 处长玩副处长 中国叫处长文化 夸过处长你就是领导了 都往那夸 一堆人 倒三角似的呼枪欺骗 所以共产党这个干部拿着钱 他不给你 他说你看 这就是党和领导的个性啊 拿着不给你 你想变成人 他说你把我照片挂天门 你就变成人民币了 真牛 昨天我跟他老领导说这一段说 老领导说你还记得这一段呢 我说那天让我对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和体制有更高的理解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聪明 老百姓心里都有数 一个说小品的变魔术的小伙子就说出了 你把我像挂了天门去 人民币就值钱了 签WTO骗美国钱 咱们这钱多得很 我这不需要我弄了 美金能变 因为咱现在骗了美国人钱了嘛 所以呢 我昨天跟那位老领导也谈到这个中美贸易的问题 我说千万记住 现在习主席是蒙了 旁边骗他 给他一堆的素质 咱能PK美国人 而且重点的是 川普要输掉这个中期大选 给他PK 他完全错了 中美之间所有贸易的本质 必须是结构性的改革 和双方的利益 进行平衡 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 在政治上 特别是在 别以为人权不是 在政治上 得有真正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而不是管靠蓝金黄 这几个本质不改变 管靠蒙和骗 忽悠 威胁 偷 它是不可能的 贸易的本质是利益 利益的本质最后还是安全 双方政治上都没安全 怎么可能呢 没一个好的沟通体制 双方傲慢 最后还是个利益的较量嘛 所以呢 我说中美贸易的往下走 比狠的结果 一定是中国输得很惨 我不希望中国人输啊 我也不希望中国企业家都倒 美国 中国应该是和平共处 利益共沾 才有未来 所以说 我爱大家 我爱大家呀 所以呢 这位领导呢 实际上我不能说啊 这位领导呢 都是同意的 他由于担心电话被录音 他基本上有些观点不太直说 我能感觉到 他是愿意的 这个东北的讲魔术的这个 倒出了我们中国人 这都十几年了 倒出了他的这个真情 人民币不值钱 因为他不属于人民的 他是榨取人民剩余价值的 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家美金 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 是说的通行货币 那么很简单 再一个共产党的官 就拿许诺骗局 无限的人 为他们效命 包括站在马路上的警察 明天给你提提啊 提提公司 后天给你当个副队长啊 就为了这一个一个的幻想 副队长大队长 副处长处长 把你一生毁掉了 别傻了 现在世界上都那么容易赚钱了 警察同志们 别都得上肺癌了 赶快失职吧 别镇压大卡车司机了 回家吧 别作孽了 家里也有儿子 也有女儿的 孝敬老人家吧 怎么都吃晚饭 别当人家工具了 还有些人呢 女孩子 不要往那个警察 攻击法里专 穿上制服 穿上制服 你就穿上了脚镣手铐 你就会成为了 这些领导的玩具 你不听话 不听话 完了吗 你就脱了制服 脱了制服 你就成了专业妓女了 你到哪都被打击啊 干嘛去啊 是不是 我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 这我给这警察兄弟姐妹说的 谁都有爹有妈 很多人已经是爹妈 大家别那么惨 怎么都混饭饭吃干嘛啊 冰心 冰心 冰心来了 江心 米心 冰心 好 肺腑之言 哎呀 中国的这个体制内的女性 是很可怜很惨的 现在美国一弄 哎呦 性骚扰 完蛋一个大人物 中国要是性骚扰算是 中国那共产党不用咱打了 也不用咱反了 直接就结束了 全部性骚扰 绝大多数 那岳温海那时候 那啥时候一见面 都领个几个小姑娘 那温温海那这一堆人 给他找小姑娘 而且他投资了个学校 在河南郑州 有个国际学校 是他投资的 几千个学生啊 几千个学生啊 一年啊 几千啊 到哪都领着女学生 哪个领导不这样 那时候去云南 当地接待 就都问 晚上给你准备两个处女吧 这族那族的都有 你想一想多可怕 那个时候 后来很多领导 到北京来见面 给你什么 这就这么坏啊 太坏了 中国不改革 谁都没有 我见着这些丑陋 我恨死了 头一段时间 我给一个欧洲官员 我说我告诉你 他从中国回来 说中国变化特别大 然后讲了很多好的 讲了很多坏的 我说你无法想象 中国有多大的机会 这个民族太勤奋了 但是我说你也无法想象 中国现在是受到什么样的残酷的折磨 另外一个 我说中国人这个民族文化是伟大的 但是我们已经是走入了一个文化的断层的时代 被共产主义给彻彻底底给磨杀了 我们现在是最悲哀的时代 严格讲我们是过去悲哀三百年 然后在后 这个近七十年是最大的悲剧 马来西亚原国找福安康 找福安康 上海话 没办法才当警察 对 好 这话说的好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今天是这个父亲节 给老领导的通话 我觉得我讲完以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想说给所有的国内的当警察 和公监法的干部朋友 兄弟姐妹们 同胞们 草根们 不要当人家的工具 当人家的刀子 然后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爹妈都坏了 另外一个 从任何角度来讲 这都作孽 都作孽呀 这个 认可当 没说吗 认可当妓女都不当警察 知道了吗 认可当强盗都不当警察 因为作孽 死了下这个九层地狱 十八层地狱 不要去干那事 因为你干的每件坏事 都是害人的 当然有好警察 有好公监法 不是说绝对的 我还是说 党员 九千万党员 绝大多数是好的 绝大多数是被人家利用的 绝大多数坏的 我已经讲一个例子 我们有个员工给放回来 在这个大连 关他的这个人 看着他关了两三年 也相处得不错了 他离开的时候 结果 他们家人给他说 哎呀 他说 爸爸的病好了 这是个好事 你进去以后他贪了 但是好了 哎呦 他就特别激动就哭 然后就抱着他太太哭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说这个 咱们添了一个这个孙女 哎呦 他就更哭了 然后呢 旁边的警察也掉眼泪了 看他的警察 然后过来拍拍他的肩 快回去吧 看孩子去 然后呢 这个人啊 这个警察 就最快的时间 把他手续扳完 他本来第二天 才回到北京 然后呢 当天呢 就坐上最晚班飞机 回了北京 就是很多 他们跟我说 很多看他们的警察 特别好 我们另外一个女律师 在大连被关期间 他有皮肤过敏 人家那个真的是 他皮肤都烂了 因为他经常啊 就审他们 打他 因为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很不幸 家庭调整也不错 人家看管的人 真的出去 给他买了一些防过敏的药 最后因为他有个很小的孩子 还有吃奶的 刚刚的 吃奶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 就是他那个胸就胀嘛 就帮他 给他个东西 让他挤他自己的奶出来 关了将近两年时间吧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 这个 看他的警察都掉眼泪 都掉眼泪 因为他没罪嘛 就是刘延平 在纽约 这个被警察给抓了以后 孙力军回去以后 就把我们这些律师全给抓了 公司律师 还有外部律师 所以说 这些人回来我讲了很多 不都是坏人 包括看压他们 很多人在挺好的 这个 比如说那女士洗澡啊 这要求把灯关了 那边有监视器 洗手间里有监视剂 都是 那些双规的点 他能不能把监控器关了 好 关十分钟 那把摄像头给拧了 你进去冲一下去 一个一星期让你淋一次雨 同意把摄像头关了 要不然女孩子 你弄个摄像头 大灯亮了 你说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所以有些人 真的很多都是好的 很多人都是同情的 这个 头两天 那个曲龙 这个王八蛋 到了那个成德 去什么 进行扭转索赔的时候 有一个人 给我们说 他说这小子 他说放他那一天 一天开始起 他就注定了一生 要死在监狱里 我们人说为什么呀 他说放他 是完全是对国家机器的侮辱 他判了15年 公检法 公安部 最高法院 法院都有进行直转 竟然说他没罪 那说他没罪的时候 那定他罪的当年人 都应该有罪 为啥不抓 他现在又到成德法院 来申请这个 因为很多法院法官 被河北政法委书记 就要在这地方羞辱你 当年你判他有罪 让你再判他无罪 然后让你们 再去抢郭文贵的资产 这位法警 非常有正义感 他明确地说 还有好几个人跟我们讲 说你放心 你们不用着急 他早晚一天 他会再走进成德的监狱 还会回来的 还会回来的 所以说 这共产党的体制 说你黑 你就黑到了家 说你好 你就是雷锋 说你坏 你就是文强 周永康 所以这公监法的干部啊 也都知道 你干不好 你就变成文强了 你被杀了 你变成周永康了 你也变成李东升了 是不是 你只要是邪子 你就变成傅政华了 变成孙力军了 你变成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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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监柱了 Snow 有人要看你 来来来 好多都想你啊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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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都想你了 不要害羞 亲我呢 亲爱的战友们 我得走了啊 我要马上 那边 我马上得吃饭 吃饭 我马上去开会 虽然今天星期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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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我还得要工作呀 今天最起码 十一个小时的会 十一个小时的会 说我郭跑跑 好啊 郭跑跑到时候撒谎 对呀 我都是撒谎 我说的全都是谎言 都是假话 你别听不就完了吗 中国要出现一万个 郭跑跑会什么 郭跑跑 还会有一万个郭跑跑 你们恐惧吧 战斗吧 啊 流泪吧 啊 你这个小畜生 这个为这些盗国贼集团洗地 你这是一定会得报应的 我告诉你 还郭跑跑 谁跑跑 你想跑跑的了吗 江泽民也好 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当了共产党的官 你出门都不自由了 那政治局委员去北四环都不行 都被双规了 都被边控了 因为啥 你为啥害怕 世界哪有一个党和组织 把所有的党员 离开城市都是申请 不就是黑社会吗 东邪西毒 郭跑跑到处撒谎 我到处撒谎 咋的 我就撒谎了 你咋的 这个世界上撒谎 最有一个共产党 不会有别人 舒州的朋友 胡萝卜 酒精干 酒精中毒 好了 亲爱的 亲爱的战友们 我要走了 再次祝天下 好爹 好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不包含那些盗国贼 不包含干爹 不包含干爹 Snow 这个是个小男Snow 他还没当爸爸呢 没有女朋友 看谁能给介绍个女朋友吧 要战俘的找Sara小姐 找Sara 找Sara 拜托了 请找Sara 好吧 谢谢了 亲爱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再见